西梁君的精锐 主要是他的战旗 这十多万战旗 分统在李国二将手中 分别叫龙香营 虎奔营 报 报 报 禀盟主 于将军与华雄争战一个回合 就被斩落马下 一个回合 华雄果然英勇啊 谁敢出战华雄 袁公 我有上将军潘凤 手持一柄百斤重的开山斧 有万夫不党之勇 此人必可斩杀华雄 潘将就可在 末将在 你敢出战吗 有何不敢 我的大福 早就饥渴难耐了 好 如果你把华雄斩云马下 省金百两 赐两马五十匹 领命 取笑来 为潘将军撞行 好 第二滩 已经起来 啊 来 如玉攻取洛阳 必须先破虎牢关 似水关 我十八镇诸侯 可分五路人马进军 原盟主 可颖一路 攻取梦境 孙文泰将军 可颖一路 攻取城稿 公孙将军 可颖一路 攻取太国 祸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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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盟主 盘将军与华雄 争战不到一个回合 就被斩云马下 什么 又被斩了 华雄 一个小小的华雄 都如此吉少 以后碰到吕布 该怎么办呢 谁敢出战华雄 赏金千两 赠两马百匹 谁敢出战 大哥 只可惜 我的上将炎梁文朝未在 如有一人在此 岂容华雄放肆 马公守关羽 请占华雄 什么 你一个小小的公守 竟敢口出狂言 你以为我们众诸侯 没有大将军了吗 插出去 公主兄 息怒 你看 此人既敢于请占 必有永略 为何不让他试试 是一个小小的公守出战 岂不是让华雄耻笑吗 公路兄 请看 此人生的卧眉凤幕满面英雄气 华雄又怎么会知道他是个公守 这个姓曹大说的对 我二哥这个公守 胜过你们所有的将军诸侯 好 若 砍不下华雄的头 那就砍关某的头谢罪 刘关璋三兄弟一同生死 如我二弟不胜 愿砍我三兄弟的人头 好 好 刘玄德 不愧是皇室宗卿豪气甘愿 君相 在 拿酒来 我要为这位壮士敬酒壮行 请 你 不必 不愧 小小化雄何需戒酒 朱宫稍后 关某去去便回 儿弟小心 哥哥 放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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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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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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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来 来 来 好 他能行吗 你说 这个滑兄厉害呀 估计这个人呢 太厉害了 是对手了 又是一个人头 落地了 马腾将军 你率五千人马 侧应 诺 你可率五千人马 如果也死了 那又该谁出战哪 是啊 是啊 下一两天 就能不能有对点 果然名不虚发大 这一天啊 对 这还对 怎么办 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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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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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领命